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清溪陵的龙泉域 这呢是道光皇帝他的墓陵所在 道光皇帝呢是一位非常节俭的皇帝 乃至非常抠眉 他的这座陵墓和其他的皇陵 都是有所区别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道光皇帝的陵墓呢是比较特殊 因为呢他是清朝所有的皇墓中 比较小的一处 并且呢他还是采责了很多帝王 才有的配置 在他活着如此节俭的皇帝 他的陵墓呢也是非常节俭 这呢他是不是有意为之 他这么节俭是不是这座陵墓 花费比较小呢 为什么呢在里面还有一座 金丝楠木的大殿 造家不菲 我们活着这些一位到里面去看一看 这个呢就是龙泊门 他这呢一共是有四块琉璃壁 非常漂亮 在他正面呢都是有雕刻龙 在他背面呢都是有鸳鸯荷花之类 这座豪华富丽的龙泊门呢 是非常漂亮 上面的这个琉璃壁是有很多这个雕刻 他这个龙泊门呢是这个木陵的第一个门户 因为呢他这里没有四排放 也没有大鸿门 包括这些四项身全部没有 作为一座皇陵没有这些配置 确实是有些简陋 在前面我们所看的就是小贝龙 他这个皇陵呢是没有大贝龙 在大贝龙里面所记载的就是皇帝 他的一生 他的德政 其实呢也是起到这赞扬的作用 然而这里是没有 他这个小贝龙呢里面就是刻着满汉蒙三种文字 他的庙号 灰号 还有四号 因为这里呢是没有大贝龙 所以呢他的一生也都是在这块贝龙 他的背面所刻写 前面呢就是为他的龙人门 像他的左右床房 做典型的地方 还有这个新出库 他都是有的 在最开始呢 这道光皇帝的墓陵 并不是建在清西陵 而是建在清东陵 在乾隆皇帝去世之后呢 他定下主治 后世子孙要招募而建 当时他的皇陵呢 是建在这清东陵的宝华语 可是呢有一日 这地宫渗水 因为这个地宫呢 它是在地下 这个漏水呢也是属于正常 你把它维修就好了 就比如这乾隆当时的御灵 也是修建不久 就开始渗水 就呢也是经过维修 是继续使用 但是呢 这道光皇帝 他直接就把这个宝华语 这个皇帝呢是给废弃了 直接呢是重新选址 来到清西陵 因为最开始呢 选宝华语那个位置呢 他没有亲自去看 下面的陈子呢 给他呈上来 他就同意了 就呢来这里 他非常喜欢这里 但是他为什么来这里 这史书呢 也是给了很多的说法 这道光皇帝呢 他想跟随他的父亲 嘉兴皇帝 所以呢就葬在这清西陵 在他以前所建的那宝华语 那座皇陵呢 在地宫也是制度的 非常简单 可是呢 就是如此简单 他两建皇陵 他这个开销 也是比其他皇帝 对皇陵的开销 要大很多 通往前面的龙卫门呢 他这是有一座施工桥 收入三孔 但是呢 是只有一路 像在其他皇陵 是有三路 我们看他两边 都是为这种平板桥 他上面这个柱头呢 也是刻画了龙和缝 这前面呢 就是为龙人门 也是为三个门 在进来之后呢 这前面就是为龙人殿 他这个龙人殿呢 和清朝其他皇帝 是有所不同 这龙人殿呢 也就是祭司皇帝的地方 在其他皇帝呢 他这大殿是为 虫岩的蟹山顶 他这呢 是为淡岩蟹山顶 所以呢 整体的气势 就落了下来 以前呢 设为面阔五间 他这呢 也改成了面阔三间 是小了很多 而且呢 近身也是三间 在其他皇帝所看到呢 他这里 这个虫岩座之上 是会有很多的雕刻 还会有栏杆 他这呢 是没有栏杆 也没有这些雕刻 而且呢 在前面 还会放上这 铜香炉 铜鹿和铜鹤 他这只有香炉 没有铜鹿和铜鹤 这个道光皇帝呢 他是非常节俭 都到这扣的程度 他呢 是穿戴补丁的龙袍 我们看到他 生前所做的这一切 看到这样 简易的布置 应该会理解他 但是呢 又有所不同 他这里这个龙袍 还有左右配电 这三座大殿 全部为金丝楠木大殿 金丝楠木的造价 是非常昂贵 他这里的这个造型呢 没有这明清那种繁琐 我们可以说是简单 也可以说非常朴素 配上他这个宿舍大殿 特别有这种唐宋的感觉 虽然呢 是整个上面是光秃秃的 但是他这个单壁丝 还是有的 上面呢 是雕有龙凤 上面呢 是祥云 他这上面呢 都是有这种木质雕刻 还有这种斗拱 这种木质大殿 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够见到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这些木质构建 这些大柱块这些门 它都是为金丝楠木 而且呢 上面都是有雕刻 这金丝楠木呢 是非常昂贵的木材 用来制作一座大殿 在其他地方呢 是很难见到 我们看上面呢 都是有这种木刻 它这里所有的木柱呢 是没有彩绘 全部以这个南木的本色 来展示给我们 它这里呢 不仅这个木柱没有上彩绘 像上面的斗拱 全部呢 是以这个原色的世人 它叫一望的建筑呢 还是改动了很多 在其他的几座清朝皇陵中 它的天花呢 是为这个金丝楠水草的图案 它这个不是全部雕刻的龙 而且呢 全部是采用这个高浮雕和透雕的手法雕刻 非常漂亮 也是更加的立体 它这个造型呢 还是明星建筑的造型 但是它整座的原木色的大殿 给人非常古朴的感觉 你像对过这个龙文门 它上面呢 是布满这个彩绘 这呢 才是清朝建筑的一个风格 大家看它上面 全都是龙 有祥云 龙式浮雕 龙筒呢 是生出来的 这些呢 都是为金丝楠木的大柱 看到这座木制大殿呢 真是让人非常惊喜 这木制建筑 是古代建筑的一个精髓 并且呢 这里还是一座 做工精致的皇家建筑 我们在它里面 还有这外面门框 都是可以看到 有这个龙 整个梦呢 它这个龙头是没有了 但是上面的天花板 上面所看到的龙头 都是探出来的 它这里所调扣的龙呢 一共是达到一千多条 非常多 看到这座大殿之后呢 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然而呢 再惊醒之余 我差点忘了 这大殿正是处于 一向节俭的道光皇帝 这呢 也就给人留下了疑问 为什么一向 不喜好事的道光皇帝 要建这么一座 造价昂贵的兰木大殿 这龙恩殿呢 也就是祭司皇帝 和皇后的地方 在以前呢 在正中央 所摆的就是这道光皇帝 他的领位 在旁边呢 就是说摆的 他三位皇后的领位 走过龙恩殿呢 在前面 它是有一玉带河 在上面呢 是有三路十孔桥 但是呢 它这里不是拱桥 而是平桥 在中间呢 它是有栏杆 而两侧呢 只是为平桥 没有栏杆 在以前呢 这地灵 它在呢 应该是有这个琉璃梅 但是在这里 它取消了 再往前面所看 它是有一座丝牌坊 从十八方往里看 是非常开阔 因为呢 它没有明楼 没有方称 没有雅巴院 这道光皇帝 他的领目呢 叫穆陵 一般这个名字呢 不是自己所取 是由后代的君主 所取 可以说 它这个名字呢 是自己给取的 它这个牌坊呢 上面是有字的 在中间的门洞上面 写着穆陵 用满汉蒙 三种文字说写 在它这十八方的背面呢 就揭示了 为什么说 它这个穆陵 是为自己所取 在它生前呢 它曾经下了一刀玉址 给后来的咸丰所看 在后来呢 这咸丰皇帝 就是在其中 掺透了它老爹的用意 起名 牧林 在上面所看呢 就是为它的玉址 在这里呢 还是有这个十几台 上面呢 是有十五宫 但是在前面呢 就是非常开阔 因为呢 本盖在这个位置呢 它设了明楼 设了方程 在前方还有哑巴院 所以呢 你是直接看不到它的宝城 但是呢 因为是没有这些配置 我们走上来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看到 道光皇帝 它的分主 也就是宝顶 当我们走到这牧林的最后端 也就看到了它的宝顶 在一个方形的月台之上 它的宝顶呢 是围这个圆形 也是非常巨大 在最上面呢 有这个黄色的琉璃瓦 再往下一点 还有这个排水沟 这里面呢 也就是围着 道光皇帝 和它三个皇后的一个合状墓 在这宝顶下面呢 就是围它的地宫 在它地宫呢 它也是刻意求解 这道光皇帝呢 对自己的皇陵 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改造 还有壮心 它整体占地呢 只有这45亩 它对比这个太陵 是缩小了将近80亩 它在生前呢 就曾经说过 它想效法这关外的祖陵 建成那个样子 所以呢 也是非常仰慕 其实呢 它真正的含义 就是想让后世子孙 来以自己的牧陵 为基础来建造 大家看我作为三色 绿与葱葱 再配上这金黄色大殿 非常要慕 这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道光帝的牧陵 下视频见 再见 再见